数捷上回,咱们接着说,此起有吃有喝之后呢,终于有心思有气力来处理朝政了。 要说此时,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再和洋人回到谈判桌前。 咱可以谈嘛,对不对?要地给地,要钱给钱。 总之,你得让我回家,回到我的义和园,回到我大清CEO的掌舵C位,这才行。 咱都说,若国无外交,但是若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呢,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 于是呢,慈禧在皇城裂缝中的西安下达了义和的命令,而这个命令就是给李鸿章的。 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 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了,应该说慈禧呢,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老李,李二,赶紧上吧,这事儿非你莫属。 再说,李鸿章原本的是不想去了,但是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他是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国内之骂名吗? 是的,他忘了,因为他也必须忘记。 一切都是因为他叫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呢? 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嘛,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 不是,这画面有点难看啊,但实际上当时就是这么个现状。 1900年7月,焦阳伺火,此时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呢叫误国路。 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 两者只是动机问题,而结局呢并没有太大区别。 此时的李鸿章想不走这条路,那是不行的。 家人朋友想安慰他,也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南海之县,裴景福就问李鸿章,说,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呢? 李鸿章叹道,哎,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死磕,拖延时间, 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啊? 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呢?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的响,我也不知道啊。 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 李鸿章对他说,哎,小轩啊,这次形势太严峻了,何以成我必死啊,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 再看盛宣怀,各位,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可能贪污的银子也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这些都是后话了。 据某些史料反映啊,之后呢,有两个年轻人曾求见李鸿章,分别是25岁的黄兴和他的未来老婆徐宗翰。 这儿多说一句,因为黄兴大伙很熟,而徐宗翰呢,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历史人物。 他是中国女权活动家,辛亥革命中杰出的妇女运动先驱。 再说此时,黄兴呢,开门见山地问李鸿章,您为什么不帮着我们赶走青狗,恢复汉人江山呢? 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回答一句,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吧。 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是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答,还是第一次啊。 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咱各做各的事儿吧。 第二年,黄兴呢,就赶赴日本留学,几年之后和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呢,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 不得不说,李鸿章的这番话意味深长啊,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用这句话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深处的民国》,作者江城,演播飞扬,喜马拉雅出品。 这儿说句题外话啊,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熟悉大导演陈凯歌,对吧? 其实陈凯歌呢,他还真的跟黄兴有那么点关系。 没开玩笑啊,黄兴的妻子,前面咱说了,叫徐宗翰。 他有个妹妹,叫徐文。徐文的第二个女儿,他的第二个丈夫,叫乔冠华。 他的第二个妻子,叫张寒芝的第一个丈夫,洪俊燕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 那边有朋友说了,飞扬,这是诚心难为人啊,这太难记住了。 但不得不说啊,历史的有趣,有的时候呢,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上。 好,再说回来,此时李鸿章可没有心思去想这些好玩的事情了。 话说,李鸿章在上海呢,停留了大概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 第一,他拒绝了赵匡应的那件黄袍。 当时,刘学循啊,补丽,孙中山三人的组团忽悠李鸿章。 要不,您老啊,割据两广,咱独立吧。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 李鸿章的高级参谋,幕僚当中有这么一位,叫刘学循的兄台。 这位老兄啊,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 确切的讲呢,是进士的学历,再加上土豪的身家。 在当地,那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 而且呢,老刘同志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 他的理想呢,就是反清复明。 刘兄策划多年,也没找到一个反清复明的机会。 直到李鸿章搞东南护宝和慈禧唱对台戏。 这才让他发现,哟,这是个机会啊。 所以呢,他找到两个人来帮着他实现理想。 第一个呢,就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当时的港督,英国人,卜利。 这卜利,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参谎这事呢? 嗨,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这不正是被联军追着满世界跑吗? 这也让卜利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了,不是当年入官时的那种豪情壮志了。 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 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这么一个傀儡政权, 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啊。 想到这儿,不利呢,恨不得马上付诸实施。 再说第二位,刘兄的老乡孙中山。 这老刘呢,忽悠老乡孙中山,说呢,咱联合一起搞一个驱除达鲁,恢复中华的事业。 这点子很好,你要不试一下? 孙中山说,那当然,试就是,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要试一试。 而此时呢,李鸿章虽然身体的这些硬件已经开始老化了, 但好歹,这脑子还没有生锈啊,智商还在线。 刘学寻他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包括孙中山当时的实力,他很清楚这事儿难了。 因此呢,李鸿章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 在联想到之前的东南护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 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 这是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一个多月,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儿。 而第二件事儿呢,绕了一大圈儿,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都找齐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谈判团里边呢,有一位超级大才子,叫孤鸿明。 孤老,各位,被称为清末怪节,会九国语言十三个博士学位,可谓是古往今来第一学霸。 如果说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会做点什么呢? 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可能会选择在最后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 而李鸿章呢,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着噩梦般的周旋。 那么,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又该如何和洋人周旋呢? 周旋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最终,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为当时之中国,又做了怎样最后的努力呢? 更多精彩故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也欢迎大伙在听故事的同时,随时点赞留言互动分享,订阅咱们的节目呢,可以随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 目聊也打个小广告啊,如果您喜欢历史的话,可以在喜马拉雅平台搜索毛泽东论中国历史人物,从轩辕皇帝到孙中山。 有我演播的故事正在持续更新,再次感谢各位的捧场,咱们下回重点说到说到,李鸿章如何站好最后一班岗,对,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班岗。 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深处的民国,作者江城,演播飞扬,喜马拉雅出品。